我講到心裡想的意念就是 我們的靈在祈禱的時候 或是神湧入來 其實都是兩種不同意念的方式 幫助我們與神相交 有些人我和他祈禱 他說神的靈湧入我心裡 感受是比較強一點的 這是有些人的經歷 但這件事我兩人都可以做 這只是一種方式幫助我們想到 與靈祈禱 不只是為事務 而是靈和神相交的思想模式 可以這樣想都可以 因為我們在聖靈祈禱會宴 你向前就想像是靈飛去神 而向後就是神佬有我心裡 但除了這種相交 你也可以同時有別的意念 例如火熱 神啊我火熱地愛你 或者神將你的火熱轉入我心裡 或者你的愛愛愛你 你又愛我 可以有不同的 或者是神啊我愛你 你將復興帶到我們身上 但當這樣的祈禱時 我不會用很複雜的字眼 其實我在腦裡不是在說話 我是一邊說 是一個靈的信息傳遞 不是一邊說話 有很多人來說是比較難以外的 就是靈的祈禱 其實有些人在天堂 他們都說神的意念是湧過來的 當他的心裡有什麼意念 就馬上去到神那裡 就不是說一句一句說話傳遞 是那個心裡的意念一傳遞我 這是我發覺 當我用靈的祈禱時 是人更加容易經歷到神 我自己也更加容易 整個靈的投入的人 這是我明白靈的討論 這是去和湧入 這是一種觀念 到底是否一定是哪一種強烈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 可以用兩種方式去想 但是 也同時一直想著 神很愛我 所以心裡很歡喜 神愛我 我是很被愛的 那種幸福的感覺 我愛你